第二十二題 ABCD是一個長方形 已經知道E是D到AC的垂竹 其實只是說這隻直角而已 什麼叫垂竹呢? 就是垂直線到腳的位置 就叫垂竹 看得是怎樣來 由D到垂直線去AC 由D到垂直線去AC 剛剛沒有這個位置就是底部 我們就叫垂竹 即是E點 這句就是這個意思 接著它說 三個形ADE的面積是1 這裡寫著1 想求ABC的面積 ABC的面積 我們知道長方形 ABC的面積等於ACD的面積 所以我們既然知道這個面積是1 我待會準備 就想計算這個面積 我會計算到3 最好的答案是4 我們現在看看如何計算 我們看到它給了60度 看到60度 其實我們都已經很自然 盡快將一些編長 assign給它看 60度 30度 其實我們習慣都是用的 1,2 可否跟3 所以60度這個位置叫做1 這裡就是2 這裡就是跟3 你說不合理 這個1 這個跟3 成員出來之後 這個不是1 我們現在要個比例 我們不是exactly的數值 我們要個比例 就是這裡分到1分 這個就分到跟3 這麼多分 好了 這裡分到跟3之後 我想看看這條邊是多少 因為這個是直角三角 這個60度 這個就是30度 所以從c顧忌 又再來 這個30度 這個跟3 我們可以計算到ec 我先計算一次給大家看 這個跟3 over ec 就是tang30度 tang30度 tang30度 是1over跟3 所以ec就是3 所以我們計算到 這裡 如果這裡叫1分 這裡就分3分 另外一件事 你也可以再用回 我們1,2可分3 我們這個直角三分 1,2可分3 但是現在因為這個原來是1的位置 就是對著30度 原來是1的位置 現在變成跟3 那就好像 將這個三角形 全部放大跟3倍 所以所有邊長一起成跟3 所以這個位是跟3 這個位是2跟3 這個位是2跟3 這個位是3 這個3就是這個位 如果我做 我就會這樣做 但是為了方便大家容易跟 所以可以這樣做 都可以的 Anyway 我們做到這個邊長 和這個邊長的比例 就是1比3 又見到紅色三角形 和藍色三角形 我們叫做同高的三角形 大家都是以這些為高的 所以他們兩個的面積比 其實就等於他們底部的比例 所以這個面積比 就會是1比3 既然這個面積叫做1 這個面積就自然是3 所以整個面積就是4 答案是b